这天是熊维尼要去日本毕业旅行的日子 一大早六点多天才刚刚亮 王子豪开着车子 准时来到了熊维尼的家门口 要接熊维尼去车站 熊维尼和熊老板夫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看见熊维尼戴着黄色的鸭嘴帽 帽子上放着墨镜 穿着在百货公司买的短衫搭配牛仔裤 背着小包和拉着一起买的粉红色行李箱 王子豪下了车和熊老板夫妇打了招呼 熊老板 熊太太您早 我会安全地将维尼送到车站的 看着她上车的 熊老板夫妇点了头 熊太太拥抱了一下维尼 看着王子豪将行李箱 轻轻缓缓地放在后车厢 帮维尼打开车门 自己才开车离开 夫妇两人看着两人亲密互动 一起开车离开 熊太太说 老公 你也会安全地把我送回房间 看着我上床睡回龙觉吗 熊老板笑得合不拢嘴缩 然后呢 熊太太也害羞地微笑着 熊老板缩完后 熊太太挽着熊老板的手臂边走边缩 我就在想 这个王同学是不是找个时间 请来家里吃个饭呢 熊老板笑着说 天还没亮吗 你还没睡醒吗 再说梦话吗 他们俩这才刚刚毕业 还早得很 走 咱们睡回龙觉去 在车上 熊维尼从随身的背包拿出了两个小盒子 是熊维尼一早起来准备的早餐 是火腿蛋三明治 熊维尼用纸巾包住一半的三明治 交给了王子豪 方便拿着一边开车一边吃 自己也吃着另一份的早餐 王子豪说 自己做的嘛 很早就起床了 熊维尼说 是呀 都是现成的 味道还可以吗 王子豪说 很好呀 我喜欢蛋黄要煎全熟的 火腿也很好吃 有特地挑选的吗 熊维尼说 你这内行是烟熏火腿 我在想 开车一边吃三明治 蛋黄肯定要煎全熟的 才不会蛋黄低的到处都是 王子豪说 我一向吃得很简单 不挑嘴的 王子豪无心地聊着 自己吃的习惯 熊维尼心里可不这么想了 这是明显的提示呀 就像交代家人 是下次还要为他准备早餐一样 熊维尼说 还不挑嘴雷 蛋黄要全熟 改天我做几道好吃的请你 你喜欢吃食吗 王子豪看着前方 说 没有骨头的都喜欢吃呀 熊维尼瞪大了眼睛说 这是猜谜吗 没有骨头 王子豪稍微转头一脸 茫然地看了一下熊维尼说 很难忘 很简单呀 牛羊猪鸡鸭鱼肉 都有没骨头的部分呀 熊维尼想想觉得也对 说 还说不挑嘴雷 超挑的 他转头看见王子豪面带微笑 看着前方专心开车 一大清早的路上 一辆车也没有 王子豪开着车缓缓前进 却看到前方不远处 有警车停在路中间 并且发出警示灯 二人立即察觉 前方有事故 王子豪放低速度 便换车道从旁边过去 二人转头看到的情景是 一个警察在帮一个中年男子做酒精测试 另一个警察已经在地上用粉笔做了车子位置的记号 正在车子的每个角度拍照 另一个年轻人坐在中央分隔岛上 沮丧的表情 熊维尼和王子豪两个人一口同声说 酒驾之尾 王子豪说 这个酒驾的人这下子完了 摆脱不掉处罚了 王子豪车速放得更慢了 熊维尼轻轻拍着子豪的肩膀说 别怕 你可以稍微快一点点 虽然慢慢开车安全很重要 可是我快要迟到了 过了几个路口后到了学校门口 一起去毕业旅行的还有三女二男 已经大包小包站在校门口等了 小巴士也已经停在旁边 五对眼睛就盯着王子豪 轻手轻脚递将熊维尼的行李 从后车厢拿下车 在缓缓地拖到校门口 已经有位女同学等不及 忍不住了和身旁同学 一起指着王子豪故意大声说 这不是电三系的状元狼王子豪吗 这位说话的女生名字是王岁仪 王子豪继续拖着行李走来 点头回答说 是 另一个男同学林志明说 这个应该是熊维尼的行李箱吧 王子豪又点头说 是 另一个女同学黄静瑜说 这位王同学该不会是熊维尼的男朋友吧 王子豪这回对了一下 没有回答 另一个男同学陈金黄接着说 应该只是帮个忙的好朋友吧 王子豪这回点点头说 是 最后一个女同学温平方说 原来是来帮个忙的王同学呀 帮熊维尼拖行李箱呀 这么早就送到了校门口哟 王岁仪接着说 来得这么早 难道两个人从昨晚就依依不舍住在一起了吗 哈哈哈哈 五个男女同学一搭一合的 十分有默契 熊维尼忍不住不好意思 寒情默默对着王子豪说 子豪 别理他们 你先回去了 谢谢你 再联络哟 熊维尼将行李箱接手过 伸手轻轻推了王子豪肩膀 王子豪向大家点了个头灰手说再见 所有的同学都看见了这一幕甜蜜的画面 都学着熊维尼的口吻 向王子豪挥挥手 接着大声说 子豪再联络有 王子豪上车前 回头向大家挥了挥手 开车离开了 四女二男看着王子豪离开后 立即一个一个的不停地问熊维尼 这是怎么回事 和王子豪关系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呀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开始的 毕业典礼那天吗 你们住一起吗 这么早就来了 刚才怎么没有来个深情的拥抱呢 或者来个case酷掰呀 熊维尼红着脸都不回答 之说一句 别问了 到了机场 我请大家吃冰淇淋可以了吧 三女二男此刻一口同声的说 维尼 我要吃冰淇淋 哈哈哈哈 熊维尼一行人将行李提上了小巴士 小巴士开了大约30分钟来 到了市郊的空中巴士转运站 每位同学离开了小巴士 提着拉着行李 用身份证进了转运站 做了安全检查后 进入了30楼的后车室 熊维尼依照约定 用身份证刷卡买了冰淇淋请大家吃 大伙也都不再问王子豪的事情 开始讨论着日本有什么东西要买 有没有特别的行程 谁也不想错过有好玩好看的景点 刚吃完冰淇淋 广播声音响起 六个人上了月台 搭上了指定车厢 其实只有二节车厢 是直达机场的空中巴士 中间走到两侧各有两排座椅 放好手提行李 六人坐定位置 服务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每个人都确定系上了安全带后 服务员鞠躬后走出车门 车门关上 车厢前方荧幕播放着安全注意事项 车子缓缓开动了 同学们却都转头望着窗外 车子缓缓开出30层楼高的转运站 亮眼的阳光照进车窗 发示沿着电缆线 在慢慢爬得更高到达最高点之后 车子开始加速 维持在离地面大约100多公尺的高度 电缆线就架在高压电塔上 直线往机场的方向前进 车厢前方的荧幕 速度加快到200公里时 看见车窗外面的车身侧面 张开了扇子般的侧翼 就像飞机的翅膀一样 机翼的调整片在微微摆动保持平衡 此时车身已不再贴着电缆线 而是呈现漂浮的状态 只留下一条溪线以电缆线连接 十分安静地飘在电缆上方直线前进 空中巴士十分平稳地越过大渡山 当越过大甲溪时 速度已加快到了300公里时速 从大甲溪口沿着海岸线前进 过了苗栗通宵海边 到西竹科学园区之后 开始减速了 速度降到100公里时 巴士收起了侧翼 已经可以看到机场连外道路了 空中巴士一路下降高度 最后攥进了地底下 机场到了100多公里 只要三十多分钟就到了 徐温宁一伙人同样的 拿起行李下车后 六个同学用身份证明 开了转运站搭机泊车 来到了机场大厅 拿身份证刷卡之后 又做了一次安全检查 找到了登机柜台 拿身份证登机后 进行选秘托运就等着出海关登机了 无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六个人沿着免税商店通道都不忘拍照 自拍 所以一直开心的聊天说像 直到了登上了飞机 到了日本也是一样 用同一张身份证通过无数道门 许多的安全检查 终于到了冲绳那把机场 不到中午时间 六个人已经踏上了牛球群岛了 由于没有旅行社提供导流服务 六个人也不需要导流服务 旅行社实体编练 早已经转成网站精灵了 导流也被导流软体取代了 加上眼镜上的显示器指示 只要下载软体 电子导流会依据您所在的位置 由您选择的语言 一一沿途为您介绍 六个人取了行李后 搭机场巴士出了机场 直接前往预定的饭店 直播翻译软体很方便 只要带上无线耳机对方所缩的外国语言 在耳机里都可以立即翻译 自己缩的语言也可以透过手机播放 同样以身份证 在柜台刷卡登记 立即有导航指示房间位置 年轻人不用学体服务 上楼即可找到自己的房间 二人一间 再用自己的身份证 即可开门进房 徐文明和王岁仪住同一房间 放好行李 彼此就在相约 20分钟后大听集合 中午第一餐 安排在饭店附近的老牌 门店叙事院中 每天的行程 所有的花费开销项目 六个人都在出发前规划好了 当然都是各付各的 电子货币十分方便 都是用自己的身份证 一卡搞定 而餐厅是共同决定的 想吃的内容却是自己 已经被情况自行决定的 点餐后刷自己的身份证 餐点就会送到身份证所在的座位上 卫星定位很准确的 徐文明的父亲是西装店的老板 经费相对比较充裕 他点了一份牛切肉套餐 并和同学彼此拍照和演 午餐后一导航系统 动身去租电动摩托车畅游那罢了 六人沿着街道一边游赏一路来到了租车店 徐文明和王岁仪共乘一辆 六人四辆机车 四个女生二辆机车货载 二个男生自己搁起一台 第一天的行程是最近的市区游览 首先来到了 手里程一拳洞到出游逛 晚上逛回到多上宫西海边 选了爱长岛靠海边的温泉澡堂 一边泡温泉一边看西洋 第二天搭船去了沁梁建 古福岛福前 一直到看完夕阳才搭船回饭店 第三天去了谷雨绿岛 逛了海洋水族馆 沿着西部海岸县去了琉球村 逛了美国村 雄文明和王岁一轮游骑车 这天是路程最远的一天 晚餐在饭店吃了自助餐后 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第四天 大家就提议原定是骑车去 工程岛的改为搭市区公车前往 再换起脚踏车漫游 这天中午 雄文明收到了王子豪传来的相片 这天是7月1日 是王子豪上班第一天 在公司餐厅午饭的相片 雄文明这几天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随时将相片传给王子豪 两人在手机里平衡聊天问候 这是第一张王子豪传给他的相片 也是雄文明手机中 第一张王子豪的相片 第四天晚上 六个人一起舒服的搭工车 早早回到饭店 相约在游泳池边 一起吃一顿豪化的晚餐 雄文明穿起了无袖的深紫色常礼服 和同学一起开心庆祝 也将合拍的相片传给了王子豪 第五天 大伙骑着摩托车前往东海岸 经过之面甲 公园 最后一天的行程不多 沿途停留时间比较久 享受阳光 海风下午来到了最南方的平河之塔 在凉亭里望着南方的海面 仿佛看到故乡就在海的另一边 大火都沉没了 静静望着海浪拍大岸边 回想着六天的旅行就要结束了 雄文明西有所想的 看着手机找到了卫星定位后 也找到了王子豪在西南方向位置 于是就面对西南方家乡的方向自拍了一张相片 并枪相片传给了王子豪 马上就被对方读取了 不久也传来了一张相片 里面是王子豪站在大楼顶楼 从天空的背景 可以知道他背后是西夏的夕阳 是 面对着东北冲绳方向 所拍下的一张自拍相片 雄文明看到王子豪开心的笑容 放大相片看个仔细 在王子豪的眼睛里 仿佛看到了自己 夏日海风暖洋洋地吹着雄文明的长发 他望着遥远的大海 心里也是暖洋洋的 耳边仿佛听到了社团中 交唱的一首歌 曾经和王子豪大意识一起学的歌 听到这里的观众 请记得按赞加订阅哟